十大福中苏哲宽同学拿下今年秋成同数学奖的金牌 他不但聪明而且非常的孝顺 去年暑假的时候帮爸妈在肉摊做生意 结果右手不小心卷进了绞肉机当场粉碎 当时妈妈很伤心 她还安慰妈妈说 手受伤没有关系脑子还是好的 这回拿下金牌让家人还有全校师生 超级新闻 左手把奖杯紧紧抱在怀里 拿下国内奖金最高的秋成同数学奖金牌 苏哲宽超开心 其中有一位就问她说 那如果把她推广到分给三个人以上 有没有办法 然后她当时回答不出来 她就说她回家再做研究看看 结果她一个晚上就把它做到很完整了 对对对 一夜之间解开园内接具齿型题目 连指导老师都说不容易 但其实苏哲宽不仅有数学天分 还是个孝顺的孩子 猪肉摊帮忙灌香肠 因为官方有个脚肉的机器 她大概是在想什么事情 或是跟她聊天 不小心手就生气 我们知道食指连心 非常非常痛 那妈妈其实也很难过 虽然我手受伤了手断了 可是我的脑头脑还在 去年暑假苏哲宽利用下课时间 帮忙家里摊饭灌香肠 一个不小心右手卷进脚肉机 当场粉碎 剩下两只手指头连写字都有困难 当时班上的同学还录制一片 帮她加油打气 学姐不要放弃 赶快过来副总加油 加油 那赶快回来 尽管带着手伤苏哲宽不但没有放弃 还更加努力专研数学 这一回拿下数学金牌 真的让家人和全校师生感到相当欣慰 欢迎新闻流量和王嘉玲 SNG小组台北报导